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支点 关于营运资本的筹资策略 那么对营运资本的筹资策略 又解决什么问题呢 解决的是匹配的问题 什么匹配 资产和资金来源 这两者之间的匹配关系 既然要解决资产和资金来源 这两者之间的匹配关系 咱们就一定要回到我们的资产负债表 因为资产负债表的左侧 那是资产 它的右侧那是资金来源 当然对营运资本的筹资策略来讲 也一分为三分为 市中型保守型和激进型策略 好了 我们首先来把握一下相关概念 看下面 说营运资本的筹资策略 是在总体上如何为流动资产 进行资金策略 是采用短期资金来源 还是长期资金来源 或者两者积二有失 好 下面我们把基本的一些概念进行区分 首先我们研究的是流动资产 其次 流动资产它的一个资金来源 有短期资金 当然也有长期资金 所以我们现在把这个流动资产进行区分 短期资金和长期资金 它们特点又怎么样 我们来进行个表述 好 首先我们分析流动资产 我们想象一下 对于有的企业来讲 在一年的生产经济过程当中 会随着季节的交替 它的一个生产具有波动性 具有周期性 比如说生产这么一个产品的企业 什么产品 哈根达斯冰淇淋 对这样的产品来讲 夏天的销量那就比较大 比如说夏日奄奄走在大街上 我实在是太口渴了 我也去花个四五十块钱 整一杯哈根达斯冰淇淋 但是到了冬天的时候 它的销量就直线下降 为啥呢 到了冬天的时候 北方天寒地冻 那像同学们这样的时髦的小年轻 可以买一杯哈根达斯冰淇淋 捧在自己的手心 像我这样的中老年大叔 我还去买它吗 那一定对他有一点兴趣没有 到冬天的时候呢 这个产品的销售量自然就下降 好了 请问同学们 在进行企业管理过程当中 在它的销售量 一年当中有波动的情况下 我们的生产量应该如何确定 应该如何确定 我们的生产量已是具有波动啊 对这个产品非常的特殊 他不能说 我们夏天生产 生产来冬天再卖 对吧 它的保值下也就那么几天的时间 所以 随着这一年 它的销售量在逐渐逐渐的增加 又逐渐逐渐的减少 我们的生产 也是随之在逐渐增加 逐渐减少 好了 在生产的过程当中啊 就会涉及到关于流动资产的投资问题 给我们再一下 如果说它的生产量比较大 流动资产的占用就比较多 那你比如说夏天的时候生产量比较大 原材料多储备一些 在生产线上 半成品 再产品 那自然就会多一些 仓库里面的产生产品呢 自然也达到我们储备的一个高峰 所以 在我们夏天的时候 假设这个产品能卖50万只 那么 它的一个流动资产 可能占用呢 就在这个水平 到了冬天的时候 假设这个产品只能卖10万只 我们生产量就直线下降 原材料储备低一些 生产线的债产品 半成品 最终的产生品都会低一些 所以我们的流动资产的持有 就相对少一点 好了 那这样呢 随着这个 这一年季节的交替 流动资产随着销售收入 随着生产量逐渐发生波动 它也在逐渐发生波动 好了 那么 现在呢 我们把这个流动资产 就分为两大部分 第一部分 春夏秋冬 它都存在的 这下面这部分 那么就是春夏秋冬 它都存在吗 那么我们把这一部分 就叫做 稳定型流动资产 稳定型 当然很稳定 春夏秋冬 它都需要 它都存在 有的时候呢 要把它叫做永久型 流动资产 而上面这部分呢 那你看 生产经营低谷的时候 它就没有 因为这个地方 生产经营的低谷 它没有啊 生产经营的高峰呢 它又体现了比较多 把上面这部分 我们把它就叫做 就叫做波动型流动资产 对于波动型流动资产 有的时候呢 又叫做临时性流动资产 好了 你看 稳定型对波动型 永久型对临时 当然我们注快的教材啊 把它叫做波动型和稳定型 这样 根据这样的分析 你们自然就理解了 对于流动资产 我们就分为了两大部分 第一部分 那也是一年四季都不变的 稳定型流动资产 生产经营的高峰 生产经营的低谷 它都存在 第二部分呢 那也是生产经营的高峰啊 达到最高 生产经营的低谷 它就不存在的波动型流动资产 好了 流动资产我们就分析完毕 那么接下来 我们还要分析资金来源呢 刚才我们说 资金来源啊 就分为两个部分 一 短期资金 二 长期资金 那么对于短期资金和长期资金来说 那么特点又怎么样的呢 来 咱们举例说明 别说 你买一套房 找银行贷款 二百万 好 现在呢 就两个方案 第一个方案 用的是长期资金 多少呢 假设贷款年限 三十年 现在都可以贷款到 假设你活到一百岁 是吧 百年贷款都有可能的 好 长期资金 假设你贷三十年 那么第二次呢 短期资金 假设你又贷两年 好 当然了 这两年呢 也超过了一年的时间 有的时候划分呢 也把它划分为长期 但是呢 相比于这三十年 它的期限还是比较短的 哎 我们就把它作为短期资金吧 就这样 稍微近视的区分一下 给你们别调真啊 好了 对这两种具体的筹资方式来说 请问同学们 风险收益怎么样 首先 长期资金 那 三十年 等额本息 等额本金都行 对你来讲 这个压力不算特别大 是吧 你的风险 不算特别高 所以它一定是低风险 但是啊 在三十年的时间里面 你所支付的利息 那可是不得了 并且呢 我们这样的长期贷款 这个利率本来就会高一些 所以 风险倒是比较低 但你的成本却比较高 成本高 那么成本比较高 那就说明你的收益比较低 所以是低风险低收益 长期资金 低风险低收益 那么短期资金呢 哎呦 两年时间 咱们不说这个利息了 就说这个本金 第一年你都还一百万 第二年你还都还一百万 当然两年就结束 对你来讲 哎呀 这个压力很大 是吧 风险很高 但是 你付出的成本也比较低啊 一个方面 利率会低一些 第二方面 不就两年吗 那成本比较低 在其他方面相同的情况下 就说明你的收益比较高 所以你如果用短期资金 那是高风险高收益 这样呢 我们就把这个资金呢 它的不同属性进行了分析 好了 最终 对于我们资金来源这块呢 就有如下这个结论 结论就是 如果长期资金多 那低风险低收益 短期资金多 那是高风险高收益 好 有了这相关的概念 接下来 咱就来看看 咱的资产负债表啊 左侧体现的是资金的占用 资源的体现 右侧 那才是资金的来源呢 好 根据刚才的一系列的分析 我们现在 先把这个资产列出来 对于资产来说 上面说流动资产 根据刚才的分析 流动资产就分为了 波动性和稳定性 是吧 流动资产 波动性和稳定性 那么下面这部分呢 那依然是长期资产 或者非流动资产 这资产进行了区分 那么资金来源呢 也进行了区分 分为短期资金来源 和长期资金来源 短期资金来源 那我们一定是放在 它的右侧的上半部分 好了 短期资金来源 我们把它叫做 临时性负债 最为典型的是 短期借口 好 当然 有的同学马上 就开始补出来 会不会还有应付账款吗 没有 临时性负债 就指的是短期借款 没有应付账款 那么应付账款 到哪儿去了呢 看下面 长期资金来源 首先 长期负债 和这个地方的股东权益 作为我们的长期资本 对吧 我想这同学们 一定没问题 一定没问题 但是在这儿 你看 还有经营性流动负债 这也作为 长期资金来源 为啥呢 对经营性流动负债来说 最为典型的 就是我们的应付账款 为啥它可以作为 长期资金来源呢 这是因为 对一个企业来讲 经营性流动负债 是自发性产生的 无息负债 自发性产生的 无息负债 那么 比如说这个企业 需要在正常生产经营 这一部分的资金来源 就自动的产生 自发的产生 其实在生产经营的过程当中 去买原材料 在正常的商业活动当中 就会产生 应付账款 所以这一部分 把它作为 长期资金的来源 这要稍微有所观众 好了 这样呢 我们就把刚才的分析结果 放在了简化的资产负债表当中 来 看下面这个说明 他说 营运资本的仇事策利 可以用 经营性流动负债当中 长期仇事来源的比重 来衡量 该比例称之为 亿变现率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说明 可以看 你也可以不看 但是你必须理解 怎么理解呢 来 在这个地方 波动性流动资产 和稳定性流动资产 在刚才的分析过程当中 我们都指的是 它是在经营活动当中 所产生的 我们生产 哈根达斯冰淇淋 那么就在经营活动当中 所产生的 这一系列的流动资产吗 所谓的亿变现率 说的就是 在 这些流动资产当中 有多大的比例 是用长期资金的来源 来予以满足的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 波动性流动资产 是300万 那么 稳定性流动资产 假设是400万 它的临时性负债 假设是500万 好了 根据我刚才的表述 请同学们来计算一下 在上述 参数确定的情况下 得亿变现率 咱们说了吗 在流动资产当中 有长期资金来源 满足的部分 在整个流动资产的比例 是多少 就会一边限利 那你一看 我们700万的流动资产 其中 临时性负债满足了500万 还有200万 那一定是长期资金来源 长期策资 来满足的 就是这部分 这部分多少 200万 再属于整个流动资产 700万 所以 结合刚才的一个结论 结合刚才的相关数据 在这样的策资策略下 它的亿变现率 那就是七分之二 好 就是 在整个流动资产当中 有多大的比例 是有长期资金来源 与满足的 这叫做一边限利 好了 如果说同学们 非得 要计公事的话 它的公事是这样的 它的公事 用的是股东权益 再加长期债务 再加进行流动负债 也要是我们的这一部分 这括号里面 股东权益 加长期债务 加进行流动负债 这不就是 长期资金来源吗 再减去长期资产 再把这个长期资产 减掉以后 那剩下的长期资金来源 那只能满足 流动资产的资金需求 对吧 所以在这个计算公事当中 它的分子 填的就是这一部分 再数以 再数以我们整个 经营性流动资产 这不就行了吗 好了 下面请同学们告诉我 假设这个亿变现率比较高 想想啊 跟着我的思路 想想我的问题 假设这个亿变现率比较高 说明 长期资金来源是多还是少 好了 如果亿变现率比较高 就说明 长期资金来源啊 就相对比较多一些 当然 在这儿呢 你们 你们 别抬高啊 我们假设其他因素不变啊 假设其他因素不变 那么长期资金来源比较多 请同学们告诉我 是高风险还是低风险 刚才不分析过吗 长期资金来源比较多 那是低风险低收益 所以风险收益均较低 那么接下来 假设亿变现率比较低呢 亿变现率比较低 就说明 长期资金来源啊 就相对比较少一些 你可以反过来说 那就是短期资金来源 可能比较多啊 这样呢 我们就是风险比较高 收益相对比较高 好了 就用亿变现率来判定 不同的筹资策略 继续 我们回到这个资产负债表 看一下第一种情形 第一种情形 你们一看 在这个地方 我们所涉及到的 那个亿变现率怎么算 就用这一部分 长期资金的来源 减少于长期资产债用的部分 所剩下的满足流动资产的资金需要 也就这一部分 再属于整个流动资产的这一部分 当然 现在呢 都是生产经营的高峰 生产经营的高峰 有波动性流动资产 好了 在这个图上 这个亿变现率就这样算 看下面的结论 亿变现率高 资金来源的持续性强 长期资金来源比较多 常在压力下 管理起来呢 就比较容易一些 甚至为保守型融资策略 你看 刚才呢 我们可以直接再往后写吗 由于是低风险 所以 那一定是保守的管理者所用的 保守型 那么第二个 如果说亿变现率比较低 长期资金来源比较少 那么 风险收益 就相对比较高 这个呢 那一定就是激进性 对吧 那么介于两者之间的 那不就是适中型吗 好 我们接着往下走 看一下激进性 对于激进性 来说 这是我们的激进性 你看下它的一边线利 咋算 长期资金的来源 整体长期资产后 满足流动资产的 只有这么一丢丢 一丢丢 一丢丢 然后呢 整个流动资产是这么多 所以咱们啊 算出这个一边线利 那自然就偏低 再呢 一边线利低 资金来源的 持续性比较弱 常在压力比较大 称之为激进性 有了激进 有了保守 那介于两者之间的 那不就是适中型吗 这就是适中型 介于两者之间的适中型 我们分析一下适中型 适中型呢 它实际上是一个标准 同学们 看这个图 请告诉我 在这个图上 哪些关系是相等的 哪些关系是相等的呢 同学们一看 波动性流动资产 和临时性负债 是相等的 也就是说 波动性流动资产 就用临时性负债来预满足 而长期资金的来源呢 满足的是 稳定性流动资产 和长期资产 这两部分 对资金的需求 好 就这两部分相加 就等于它 那么 符合这样的关系是 这就是标准 标准 那就是适中 哈奇们 如果说在此基础上 短期资金来源 和长期资金来源的分间线 在这个所谓标准的上方呢 这啥 这就是保守行业 那么 如果说长期资金来源 和短期资金来源的分间线在这呢 这就是激进性 所以接下来我们需要进行定量的分析了 定量分析 那什么时候是保守 什么时候激进 在保守的时候 它的异边线率怎么样 在激进的情况下 异边线率又怎么样 好 下面我们就要分如下的几种情况 第一 生产经营的高峰 第二 生产经营的低谷 然后呢 分三种不同的策略 它们各自的异边线率到底怎么样 好 我们首先看一下适中型策略 因为它是标准的 对于适中型策略来说 一定要做到心中有途 下笔不框 适中型 它一定符合 这个相等关系 什么相等关系 那是波动性流动资产 一定等于临时性负担 长期资金的来源 一定等于稳定性流动资产 再加长期资产 好了 在这个地方有一个专业术 稳定性流动资产和长期资产 我们把它叫做 长期性资产 所以有的时候 你们在做题的时候 要注意一下 这儿是长期资产 这两者相加 叫做长期性资产 中间多个字了 中间多个字 好了 那接下来 请对你们跟上我的思路 再来想象一下 这样的策略 是如何进行操作的 怎么进行操作的呢 比如说咱们哈根达斯冰淇淋又来了 夏天的时候 我们生产量相对比较高 这时候呢 在生产性的高峰 就有波动性流动资产 假设需要三百万 咋办呢 找银行进行短期借款 三百万 借段时间 就借半年时间 就借半年 所以在我们 生产性的高峰 临时性负债 就满足了 我们波动性流动资产 对资金的需求 那么在生产性的低谷呢 到了冬天 波动性流动资产 这三百万不要了 不要怎么办 变现金 赶快变现 变为现金 刚一变现 银行就打电话 说 六个月之前 你借的短期借款 该还了吧 行 还了 所以 在生产性的高峰 这两者都存在 并且两者是相等的 在生产性的低谷 这两者都不存在 生产性的低谷 这两者都不存在 好了 那么 对于适用性来说 下面 咱要算一算 它的易变现率 它的易变现率 怎么算呢 来 在生产经营的高峰 用长期 用长期资金来源 减少长期资产 就是这一部分 再除以 整个流动资产 就是这一部分 所以在生产性的高峰 它的易变现率 告诉我 和一之间是什么关系 易变现率 和一之间是什么关系 它一定是小于一的 对吧 这一部分 小于 这一部分 接下来 在生产经营的低谷 就是高峰 在生产经营的低谷 刚才我说了 上面这两部分 都不复存在 该还的钱 该变现的资产 要变现 那么 如果说在生产经营的低谷 你想 易变现率应该等于到啥 长期资金来源 满足了长期资产以后 所剩下的部分是这 而在生产经营的低谷 我们整个经营流动资产 也就是这一部分 上面没了 所以 在生产经营的低谷 它的易变现率 就等于一 做到心中有土 下笔不慌 所以适中行 风险收益均适中 在生产经营的低谷 易变现率为一 来 我们算一算 下面这道题 某企业在生产经营的淡季 需要占用500万元的流动资产 和800万元的长期资产 在生产经营的高峰 会额外增加300万元的 季节性存活需要 好了 同学们一看 资产这一块 你是否能够画一个图 资产这一块 你当然可以画个图 资产负债表的左侧 马上就出来了 它的波动性流动资产多少 生产经营的淡季没用 生产经营的高峰会存在 额外增加300万 即为 我们的波动性流动资产 那么接下来 我们的稳定性流动资产 稳定性流动资产在生产经营的低谷 依然会发生的 那不就是500万吗 当然了 在这个地方还有800万的长期资产 问同学们 请问 对这个企业来说 它的长期性资产是多少 反正说 那不就是800万吗 刚刚才说过 再问一遍 它的长期性资产是多少 多少 1300万 长期性资产 包括我们的稳定性流动资产 包括我们的长期资产 加起来才叫做长期性资产 往下走 按照市中筹字筹利 企业只在生产经营的高峰 才介入300万的短期借款 那么1300万的长期性资产 竟由长期负债 进行流动负债 和权益资产来解决 好了 有意思说 它的临时性负债 那就是300万 它的长期资产来源 那就是1300万 好 来 请同学们来计算一下 它的易变现率 在生产经营的高峰 有多少的流动资产 是有长期资金来源与满足 多少呢 同学们一看 在生产经营的高峰 有长期资产来源与满足的流动资产 哪一部分 又这一部分吗 这一部分 就有长期资产来源与满足 多少 500万 那么在生产经营的高峰 请问同学们 它的流动资产是多少 生产经营的高峰 它的流动资产整体 那是波动加稳定 那总共是800万 所以在生产经营的高峰 它的易变现率 62.5% 你写着0.625 也行 没问题 生产经营的低谷 它的易变现率呢 在生产经营的低谷 它的易变现率 分子变不变 分子依然不会变 但是 长期资金来源 减去长期资产对资金需求以后 那么剩下的 就满足了流动资产的资金需求 多少 500万 分子不变 那么分母呢 在生产经营的低谷啊 我们 这一部分就没了 所以在生产经营的低谷 我们整个流动资产 也就是稳定性的500万 它的易变现率就等于1 这是适中型 行了 往下走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二种 第二种筹字策略 叫做保守型 保守型 你们首先要明确 它是长期资金比较多 在这种情况下 风险收益均较低 风险收益均较低 所以就叫它保守型 请问同学们 我们说 长期资金来源和短期资金来源 两者的分间线 如果在这个地方的话 请问同学们 如果说适中型 它的长期资金来源 和短期资金来源的分间线在这 那么 保守型 长期资金来源和短期资金来源的分间线 在上面还是在下面 想一想 想一想 给同学们10秒钟思考下 1987654320 对了 在上面 可能在这个地方 为啥 因为它的长期资金来源比较多呀 对吧 要比这个适中型 要更多一些 所以接着 你们马上就可以自己画下图 按下展厅键 花上30秒 自己把保守型 抽出的图画出来 好了 30秒已经过去 来 画出来了吗 这样的一个情况 它的左侧 依然是 从上往下 依然是波动性流入资产 然后 稳定性流入资产 以及长期资产 它的右侧呢 上面是零时性负债 这边是长期资金来源 那么 对于四中型来说 这两个资金来源的分间线在这 对于保守型来讲 因为长期资金的来源要更多一些 所以两者的分间线 那一定是在四中型分间线的上面 好了 那么对保守型来讲 咱可以稍微推一推 但这个关系啊 你们可以自己看了啊 波动性流动资产 要大于临时性负担 长期资金的来源呢 要大于长期性资产 好了 这些所谓的不等事啊 他们通过图 自己都能够把它搞定 那么 对于这种策略来讲 那企业在生产经营的时候 是如何生产经营的呢 还是刚才另一个例子 对于波动性流动资产 它需要三百万 现在它采用的是保守型 临时性负债 假设二百万 夏天的时候呢 借了二百万 满足 这个波动性流动资产的资金需求 到了冬天的时候 到了生产经的低谷 这波动性流动资产 这三百万 我们不需要了 不需要就变现呗 变现三百万 银行打来电话 说二百万该还了 行 还你二百万 好了 二百万一还 就是还剩下一百万 还剩下一百万 就放在企业内部 没啥用 因为我们后面这两部分资产 那已经有资金 已经满足了 剩下一百万 长期资金来源已满足了 又不需要 现在就还 所以剩下这一百万 就没啥用 但是 它依然会有成本发生 即使 那一定是高成本了 所以 我们在保守形象 一定是 低风险 低收益 好了 来 看下面这个结论 说 它的资本成本相对比较高 风险收益相对都比较低 它的易变限率相对比较高 当属于营业低谷的时候 易变限率大于一 当属于营业高峰的时候 易变限率小于一 这是为啥呢 首先我们看一下属于 生产经济的高峰 生产经济的高峰 在流动资产当中 有长期资金来源与满足的 那是这一部分 整个流动资产 那是这一部分 我们编个号 这一部分是一 这一部分是二 在生产经济的高峰 用一除以二 自然是小于一的 这没啥好说的 一肯定小于二 但是如果在生产经济的低谷呢 好 这一部分依然是一 但是在生产经济的低谷的时候 朋友们看就没有波动性流动资产了 整个流动资产只有这一部分 这是二 所以生产经济的低谷 一再除以二 那一定是大于一的 那这一部分 那肯定比这一部分要大 好 这是我们保守性 刚才下面这道题 我们简单的算一算 说企业在生产经济的淡季 占用500万元的流动资产 和800万元的长期资产 在生产经济的高峰 额外增加300万元的季节性存活需求 假设该企业只在生产经济的旺季 介入150万 请问图应该怎么画 再给他们画一次 最后一次给他们画图了 后面就需要同学们自己想了 生产经济的淡季 占用了这500万 一定是稳定性流动资产 生产经济的旺季呢 会额外增加300万 这一定是我们的波动性 流动资产 还有800万元的长期资产 他说 在生产经济的高峰 会额外增加 150万元的这个借款 这一部分不是临时性吗 哎 这就是什么的 临时性的负债 下面 这一大部分 长期资金来源 总共多少啊 长期资金来源 来 我一看啊 这个地方是一千六 一千六 一千六减一百一千四万元 好 这是长期资金来源 首先我们来算一下 在生产经济的高峰 它的一边线利 生产经济的高峰 它的一边线利 就应该等于一 长期资金来源 满足长期资产以后 剩下的部分 做分子 那么应该是 1450再减去800 做分子 分母呢 整个流动资产 整个流动资产 多少 300加500 用800 这样算出来 在生产经济的高峰 1450 减去800 再除以 再除以800 再来得到是 81.25% 那么在生产经济的低谷呢 它的一边线利 分子依然不会发生变化 分子不就是 长期资金的来源 减去长期资产 剩下的部分 就可以用于我们的流动资产 那它的分子应该是 1450再减800 分母呢 在生产经济的低谷 我们整个流动资产 就只有永久性的流动资产了 波动性的300万没了 所以分母就直接再水个500万 那么 这得到多少呢 这得到是1.3 所以 在保守型融资策略下 生产经的高峰 一边线利 那是小于1 生产经的低谷 那一边线利 那可是大于1 好了 这是我们的保守型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激进型 激进型 先问他们一个小问题 假设这是适中型 长期资金来源 和短期资金来源的分界线 请问 在激进型下 长期资金来源 和短期资金来源的分界线 在这条线的上面 还是下面呢 那一定应该在下面了 对吧 如果说分界线在上面的话 那是保守型 在下面 这个是激进型 所以同学们 完全可以自己 把这个图就画出来了 好了 那么在这样的策略下 我们应该如何进行生产经营呢 比如说 我们现在到生产经的高峰 需要300万的波动性流动资产 那么我们银行借款 假设是500万 当然这个呢 是短期银行借款 假设是500万 在夏天的时候呢 我们就介入500万 好了 这样呢 匹配起来 到了冬天的时候 我们波动性流动资产 不需要了 把300万的资产予以变现 银行打电话 说还钱了 还多少 还500万 行 咱们拿300万来还银行 还有200万 你能够在 稳定性流动资产和长期资产 在这个地方打鼠疫吗 那不可能 为啥呢 他们是长期性资产 甭管生产经营的高峰还是低谷 他们都需要被占用 所以还有200万 这个短期借款怎么办 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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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只能够举借新债 产还就债 还得找银行的行长 喝个小酒吃个饭 万一到时候银行好像说 哎呀不行了 这个这个这个 小酒喝不了 饭也吃不了 你赶快把这200万 还缺200万 赶快还我吧 所以对这企业来讲 就面临极大的风险了 当然了 由于它用的是短期资金 用的是这个短期借款 它的利率会低一些 成本会低一些 其他一定是高风险 低成本 高收益 这是激进行 看下面 至于这些什么不等事 我们下去自己看 有了这么一个基本的框架 这不等事 你记它干嘛 别记了 看下面说 对于这样的激进行策略来说 资本成本较低 风险属于均较高 它的易变限率比较低 当营业低谷的时候 易变限率小于1 在生产经济的高峰的时候 易变限率也小于1 我们现在 就算生产经济高峰的时候 它的易变限率怎么算 在生产经济高峰的时候 它的易变限率 用长期资金来源 满足了长期资产以后 剩下的部分 把它定义为1 再除以 我们这个地方 波动性流入资产 再加稳定性流入资产 把它定义为2 生产经济高峰的时候 那不就是1 再除以2吗 那一定是小于1 那么在生产经济低谷的时候 它的易变限率 分子 那和前面一样 那就是1 这一部分 它的分母 分母是这一部分的 这一部分 假设定义为3 因为在生产经济低谷的时候 波动性流入资产不就没了吗 所以1 再除以3 你显然可以看出来 1 依然要小于3的 所以它的易变限率 小于1 所以第一 基进行测力 生产经济的高峰 生产经济的低谷 它的易变限率 都小于1 好了 下面看题目 先看二年的这道多选题 在营运资产的筹字策略当中 基进行筹字策略中 波动性流入资产的资产来源 不包括想想想 想那个图 基进行 在基进行筹字策略当中 波动性流入资产 回头一看 这不就基进行吗 是吗 他说的是 波动性流入资产的资产来源 那包括哪些呢 包括哪些 只包括这么一个 是吧 只用临时应付贷来满足 下面这些 解决了他的问题吗 没解决 所以基进行筹字 他说 不包括 A 经营性流动负债 不包括 长期负债不包括 股东权也不包括 只包括短期金融负债 及临时性负债 所以这样的题目就是 心中有图 下笔不慌 心中有图 连点三点 最终得到两分 ABC 往下走 看看下面这道小例题 说 某企业生产金的淡计 占用500万元的流动资产 和800万元的长期资产 在生产基金的高峰呢 额外增加300万元的季节性存活需求 假设 企业的权益资本 长期债务和经营性流动负债 它的从事额 假设是1100万 来 我们首先确定这是什么样的策略 然后计算 生产基金高峰和低估时候的 亿变现率 那么资产这块呢 我就可以直接 直接写了 300万 500万 然后呢 还有个800万 从上到下 那是波动性流动资产 永远性流动资产 以及长期资产 他说 股东权益 也长期负债 以及经营性流动负债的投资额 是1100万 这是长期资金来源 剩下的 那不就是零时性资金来源吗 短期资金来源 那请问 现在在这个地方 这个1100万 我们应该 要怎么化 零时性负债和成亿时性来源之间 它的分件线在哪呢 分件线在上 分件线在上 这是1100 那上面呢 就应该是500 好了 下面 我们来看一看 生产基金的高峰 它的亿变现率怎么算 生产基金的高峰啊 它的分子 那是 长期资金来源 1100 再减掉 长期资产 800 所以还剩下300 去满足流动资产的资金需求 300 最分子 分母呢 在我们的营业的高峰 整个流动资产 那是300加500 那是800 再来生产基金的高峰 一边先例 37.5% 那么生产基金的低谷呢 生产基金的低谷 它的分子不变 依然是300万 在生产基金的低谷啊 我们就没有 波动性流动资产了 只有 永久性流动资产 所以生产基金的低谷 它的分母啊 就应该是500 这样两者相处 哎 60% 所以 对于这样的基金型策略 生产基金的高峰 生产基金的低谷 它的一边先例都小于1 好了 这是我们这一块 下面做个小小的总结 总结为如下的这个表 在生产基金的高峰 甭管是适中 基金还是保守 它的一边先例 通通都小于1 这生产基金的高峰 在生产基金的低谷 适中型的一边先例 就等于1 而基金型呢 是小于1 保守型大于1 好了 那下面 什么风险数据的特征 你们自己看了 好了 看下面这个提示 教材提到这么个概念 说 极端保守的筹字策略 完全就不使用短期借款 那么营业高峰的时候呢 这个一边先例就等于1 就是啊 这非常极端 特别极端 那就完全不使用 临时性负贷 既然完全不使用 临时性负贷 在这种情况下 你想 它的所有的流动资产 都是有长期资金来源于满足 所以在营业高峰的时候 那一边先例 那一定是等于1的 自己在脑海囊中 把这个图啊 想象一下 自己在巢子上把它画一画 你想 它没有临时性负贷 就是所有资产 都是有长期资金来源于满足 在营业高峰的时候 它的一边先例 那一定 一定是等于1 所有的流动资产 都是有长期资金来源于满足 所以流动资产当中 长期资金来源于满足的比例 那不就等于100%吗 继续 看题目 走 假期 经营存在季节性波动 长期资金来源为2000万 长期资产为1000万 波动性流动资产呢 是500万 营业高峰 一边先例是80% 则稳定性流动资产 是多少万 在那儿题目 别着急 刚开始做 不要总是在那儿想 然后同学 就咬着那个笔头啊 在那儿想想想想想 干脆你画个图呗 对吧 那你看 他说 现在 存在季节性 长期资产是1000万 你把这个地方 1000万写下来 然后呢 他又说 好 波动性流动资产是500万 波动性流动资产是500万 要求的 不就是这个地方的 稳定性流动资产吗 他又说 长期资金来源 是2000万 长期资金来源 是2000万 咱不知道 到底是适中 保守 还是激进 没关系啊 你把这个2000万 写在这儿再说呀 好了 这样写完以后呢 你再一看 他说 易变线率是80% 在生产经的高峰 你马上 把生产经的高峰 易变线率 给他算出来 试着列出来 不就行了吗 来 分子 长期资金来源 2000万 减去长期资产 占用的部分 还剩下1000万 就用于 就用于我们的 流动资产的资金需求 这他分子 他的分子呢 是整个流动资产 尤其是生产经的高峰 所以500万的 波动性流动资产 需要存在 再加上 稳定性流动资产 多少 一个问号呗 这不就算出 在生产经的高峰 它的易变线率吗 这样 有多少 又等于80% 原本 给稍微 把这方程 稍微挤一挤 挤出来 这个问号 应该是 这是1000 80% 应该是 750万 好 分母应该是 1250万 那这个问号 应该是750万 选A 好了 那我再问同学们 请问 现在这个策略 是哪一种策略 哪一种策略策略 适中 保守 还是激进 这个地方 750万 你马上就能够判断出来 这两者相加 1750万 长期资金来源 那可是2000万 所以长期短期资金来源的分间性 坏在上 一定是保守系 一定是保守系 随着到底 正确答案 选A 继续 看下面这条题 说某企业在生产经的淡季 拥有流动资产呢 是100万 和长期资产呢 是500万 在生产经的高峰 会额外增加 200万元的季节性存货需求 并介入 100万元的短期借款 我不给他们画图了 首先 看一下这 额外增加200万元的 季节性存货需求 介入100万元的短期借款 告诉我 保守还是激进 不可能是适中 保守还是激进 那你一想 这个 波动性流动资产 短期资金来源 只满足其中的一部分 还有一部分 那是长期资金来源 也满足啊 所以它一定是保守型 如果同学们 没有转过弯 你就不妨按下暂停键 自己画下图再说 保守型 选C应该选 选B一定不应该选 下面我们要计算 它的异边线率啊 好 接下来我们算 它的异边线率 在生产经的高峰 它的异边线率 怎么算呢 它的异边线率 分子 应该用长期资金的来源 减去长期资产 剩下的满足流动资产的资金需求 那么它的长期资金来源 又是多少的 你直接告诉 但是你能够 通过资产负债表 相关项目资金的关系 把它推出来 那你看 生产经的高峰啊 我们的资产 100万 200万 500万 我们总体资产是800万 这800万当中 有100万是临时性负债 与满足 所以我们的长期资金来源 那不就是800减100 700万吗 700万 长期资金来源 再减去 满足了长期资产500万 以后的部分资产 200万 分子呢 在生产经营的高峰 我们总体的流动资产 100万 这是稳定性的 200万 这是波动性的 所以在生产经营的高峰啊 我们的流动资产是300万 这样得到66.67% 生产经营的高峰一边线率 生产经营的低谷呢 它的分子不变 依然是700 再减去500 它的分路 在生产经营的低谷 就没有波动性流动资产了 只有稳定性流动资产 多少 100万 这样在生产经营的低谷 那就等于2 所以这到底 就要A正确的 在生产经营的淡季 一边线率为200% 在生产经营的高峰 它的一边线率 为66.67% 正确答案A和C 继续看下面这条题 再到计算分析题 说 甲公司是一家化工原料的生产企业 生产经营无细节性 股东使用管理用财务报表 分析体系 对二三年的业绩进行评价 主要的管理用财务报表 数据如下所说 有二二年的 有二三年的 当然在这个地方 我们设计到一系列管理用资产负债表的相关参数 也设计到一系列管理用利润表的相关参数 好了 下面 股东正在考虑采用权益经营率指标 对甲公司进行业绩评价 使用权益经营率作为业绩评价指标 二三年的权益经营率 如果超过了二年的权益经营率 就视为完成了业绩目标 这是标准高峰同龙 甲公司的企业所得最税率25% 为了简化计算 计算相关财务指标的时候 涉及到资产负债表均使用各年年末数据 好 看他的要求 第一个 如果采用权益经营率作为评价指标 计算甲公司二二年 二三年权益经营率 来评价是否二三年 完成了我们最开始设定的业绩目标 那么怎么计算 第一个小问 咱们总共三个小问 咱们首先计算第一个小问 怎么计算 权益经营率 用净利润再出一个股东权益 前面报表当中的相关参数都已经告诉了我们了 来 二二年 他的权益经营率 用净利润1920再出一个 1.2个亿 再出一个股东权益合计1.2个亿啊 这是二二年 他的权益经营率 二三年的呢 一胡同化瓢 是吧 净利润2250万 再属于他的股东权益 一亿二千五百万 这样呢 把这两年的权益利润算出来 咱们 二二年 百分之十六 二三年呢 百分之十七点八 当然 二三年的权益利润 高于了二年的权益利润 二三年完成了业绩目标 这是第一个问 简单 第二个问 使用改进的权益财务分析体系 计算影响甲公司二二年 二三年 权益经营率高低的三个驱动因素 来定性分析甲公司二三年 他的经营管理的业绩和理财的业绩 是否得到了提拔 问的是改进的权益财务分析体系 那请问 在改进的权益财务分析体系下 权益经营率 这个计算指标 它是如何计算 好了 如何计算 那同学们是不是还记得 假设同学们记不得了 权益经营率 我同学们写一写 它应该等于两部分相加 第一部分 进经营资产经营率 第二部分 杠杆贡献率 来 第一部分 进经营资产 经营率 那么第二部分 是杠杆贡献率 杠杆贡献率 又怎么算呢 杠杆贡献率 是经营差异率 再乘以 净财务杠杆 那么经营差异率 又怎么算呢 用 经营资产经营率 然后再减去 税后利息率 好 这是经营差异率 再乘以净财务杠杆 净财务杠杆 来 净负债 再是一个股东权益 好 这计算公司 他们应该要非常的熟练 所以他又说 你要计算 二年 二三年 这三个指标 一 经营资产经营率 二 税后利息率 三 净财务杠杆 这两年 三个指标 分别计算 咋就算呢 哎呀 我给你们算一年啊 我给你们只算一年 我算二三年吧 二三年 首先 净 经营资产经历率 它应该是 分子 税后经营 净利润 分母 净经营资产 税后经营 净利润 二三年 前面包围当中 直接告诉 三千三百万 那么二三年 它的 净经营资产 合计呢 哎 这个地方直接告诉 二零五个亿 这样算出来 百分之十三点二 是吗 好 好像 记得是 百分之十三点二啊 好 没问题 那么接下来 第二个指标 第二个指标 我们要计算的是 税后 利息率 税后利息率 咋算呢 来 那么就是 税后利息 再出一个 净负债吗 税后利息 二三年 是 1075 再出一个 净负债 净负债是多少 一亿二千五百万 这样得出来 税后利息率 你们自己算了啊 我不给你们算了 第三个呢 是 净财务杠杆 净财务杠杆 它一定是 净负债 属于股东权益 二十三年 净负债 12500 它的股东权益呢 同样 12500 所以这样呢 得到了一 这是二十三年 这三个指标算出来 二年 同盟也可以按照 算出来 在那算出来后 我们就可以比较了 首先 第一个比较 净 经营资产净利率 这两年 是一样的 声明这个企业 它的经营管理 它经营管理 并没有得以提升 对于 经营资产净利率 会不会体现到 经营活动的一些 具体成果吗 所以它的经营管理 没有得以提升 原地踏步 咱们再一看 税后利息率 二三年 相比二二年 税后利息率下降了 我们的利率水平 再降低好事 那么净财务杠杠杠呢 净财务杠杠上升了 我们利用别人的钱 赚咱们自己的利润 这个能力再加强 所以结论就是 根据 经营资产净利率 它的经营管理的业绩 没有得以提升 都是13.2% 但是呢 它的理财业绩 都会提升了 好 这个理财业绩 随着它的金融活动 的一些相关内容 而这一部分呢 随着是它的经营活动 的相关内容 经营活动 体现为经营管理业绩 而后面两项呢 体现为理财业绩 好了 我们继续 第三个想案 计算公司 2022年年末 2022年年末 2023年年末的 异变线率 分析甲公司 这两年才能拿 哪一种 营运资本的 从事策略 如果营运资本的 从事策略发生了变化 会跟公司 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啊 算它的异变线率 同学们 最关键的是 在前面资料当中 找有用的数据 来 在这个地方 我把这个工作 给他们做了 把有用的数据 找出来 我们算二三年了 他们下去 自己算二年了 对于异变线率来说 它的计算公司 那是长期资金来源 也就是 我们的长期债务 再加上股东权益 再加上经营性流动负债 这是长期资金来源 再减长期资产 这是长期资金来源 用于流动资产的部分 爱着它分子 分母呢 分母 那不就是整个流动资产吗 对吧 分母就是整个流动资产 好了 现在我们把上面这些数据 带进去 二三年为例 首先 长期债务 前面说了 有长期借款 这个地方 有一个亿吗 长期借款 一个亿 这长期债务 股东权益呢 二三年 是12500 1.25个亿 进行流动负债 进行流动负债 前面告诉 多少 2500万 所以这三者相加 那就是长期资金的来源 再减去长期资产 长期资产多少呢 前面说了 进行长期资产 多少 两个亿 再减两个亿 剩下的部分 那自然 就是我们可以用于 流动资产的部分 那么他的流动资产 是多少呢 在前面的报备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23年 他进行流动资产 是吧 7500万 所以他的分母 应该是7500 所以对23年来说 他的亿变先例 这就算出来了 这种算出来 是多少啊 我看看啊 23年 他的亿变先例 这是我们的股东权益 这是长期银行借款 这是经营性流动负债 再减去 再减去 长期资产 好了 这是分子 再次于分母 我们的流动负债 即将五 再呢 23年的亿变先例 是0.67 而22年的亿变先例呢 是1 好了 下面我们来看一看到底 是什么样的策略 前面有一个基本条件 说假公司 假公司生产啊 他没有季节性 所以现在这两个亿变先例 我完全看成是 他在生产性的低谷 的亿变先例 由于没有季节性 高峰也好 低谷也罢 不都是他吗 那么既然在生产性的低谷 所体现出来的 这两个亿变先例 所以220 他的策略 就一定是四中性 因为生产性的低谷 亿变先例等于1 那是四中性 在生产性的低谷 如果说亿变先例 小于1呢 这是激进性 知道吗 那大于1 他才是保守型的 所以这段结论 22年采用的是四中性 23年采用的是激进性 好了 好 接着我们就有如下的结论 23年 它来个营运资本的一个策则策定 从22年的四中性 就改变了激进性 就说明 它的短期资金的来源 这个比重在上升 在这个题目当中 短期资金的来源 那不就是我们的短期借款吗 所以你看 我们的短期借款 是吧 22年是1.6个亿 到了23年 变为了2个亿 短期资金的来源 短期借款 在全部资本当中 它所占的比重就在上升 由于这个短期借款 它的利率本来就比较低一些 要比长期借款的利率要低 所以 税后利息率在下降 整体的收益在提升 当然 公司的风险也因此在加大 好了 这是我们这套题目 那么这套题目结束 我们的第一节 关于营运资本策略的问题 也就到此结束 我们涉及到 它的投资策略 适中保守 拘禁 涉及到它的仇视策略 适中保守 拘禁 该画图要画图 该理解要理解 好了 我们的第一节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